最近有位网友发表了一篇文章,说有些歌手的粉丝总是在自娱自乐。 明明这些歌手是没有实力的,却有着与自身不相符的名气地位。 在流量时代发展中的明星,要论最成功的,蔡徐坤绝对算一个。 比如说小品演员潘长江老师在某综艺节目中说,不认识蔡徐坤是谁。 这件事一出,蔡徐坤粉丝立即攻陷了潘老师的微博,发一些不好的言论来攻击潘老师。 对此,潘长江老师发微博称,不能不认识蔡徐坤就黑我吧,姓蔡的只认识蔡明,并奉劝大家要理智追星。 这一点被很多不明就理的网友认为,蔡徐坤不尊重老辈艺人。 蔡徐坤的粉丝也是我看过的最强大的,不仅仅是他们有着较强的经济能力,可以去支持蔡徐坤的音乐道路,还有着比一般明星粉丝要好的宣传能力。 同时,蔡徐坤也是我见过在这样的一个流量等级中,被网友最不待见的。 提起范徐坤的话,大家可能还是想到范冰冰,因为他们的关联性太强了,因为范徐坤是范冰冰的弟弟,要出道已经算是备受瞩目了。 范徐坤在公开场合下说过多次,不愿意借助姐姐的光环,甚至在一次节目中,因为拍戏感到较大的压力。 当师傅要她向姐姐好好请教时,范徐坤却拒绝道,不想找她,找谁都行,不想让她看到自己。 这一点,确实是范徐坤身上的一大优点,至始至终,她都是护解狂魔。 过年的时候,范徐坤还晒出家族自拍,称范冰冰是她的妹妹。